我們知道超時加班在各行各業都是很普遍的事情 今天就有一堆最上心的爸爸媽媽出來說 說他的學生在南亞科技上班 一天平均就要做十三到十九點 結果不像是過了死 劉博強所持的採用不理劉港的講法是偏向主峰 立委有怎麼站出來批評 這到學生為最上心的親爸爸沒了解 有什麼辛苦養到的學生就這樣沒了 我們辛辛苦苦的把他拉拔找到 結果被公司登了這三年就超死了 根據齊小斌過身近百年的加班紀錄 每一個月都在加班95點以上 第一是每一天平均做是十三到十九點 家庭政委後生是因為太過敲流失望 不過算往來公司這款的回應 公司就是責任制 所以我們上班時數 這個公司停留時間不能代表上班時間 這非常的不合理 齊爸爸說 昨天今年吃過十一後再去十三半 以為憲學生趴在電腦頭頭前死了 是因此心音性修課 不過劉博強說他先生人為心音性修課 希望跟加班無關 我們的三個醫師認為沒有影響 那台大認為有影響 所以我們為了維護家屬的權益 我們就送鑑定委員會去鑑定 家庭目指控 說考生是之前一個月加班的時間 裡面就是一百十一點五點鐘 不過劉博強說是自豐認定的九十四點五點鐘 在尾巴克批評 劉委會根本就是自豐的劉委會 記者 康仁 自豐認識見 大家報道